輸了20,後面要給他那個單位 他的單位叫dp dp,enter 字有沒有放大 放大一點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再調 25,enter 可以再放大 就是從taste size 裡面有很多啦 其實大家還有像什麼 顏色,taste color 不過color部分比較麻煩 這個以前學過網頁設計 大概都知道16進會字 如果我今天要變紅色應該是什麼呢 頸 開頭 因為以前考過網頁師應該都知道 然後它是rgb3原色 所以r的話前兩碼ff 16進會對不對 ff就是紅色 00就是什麼呢 這個應該rg嘛 g是綠色00 b也是0 00就是沒有顏色 按enter之後呢 會變什麼顏色 變紅色 如果你要綠色是什麼 00 ff 00 有沒有 enter 綠色了 就這麼簡單 這個跟網頁很像 我覺得這個介面的設計 很像在做網頁 ok 好了以後的話呢 button上面把它改成確定 那怎麼改 一樣點它之後 下面內容是不是更改 把它改成什麼呢 在test的標件 test的標件有沒有 它本來叫bidden 請你把它改成確定 確定 ok 好那再把它拉寬一點點 好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了 基本的介面設計 就是第一步 這個enjoy的介面設計 那這邊設計完之後呢 才是程式設計 所以第一步請你們先做 那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hello裡面的哪裡呢 res layout main 點兩下 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vg 改成這個 再來呢 找到button 拖拉過來 去修改這兩個屬性 包含 就是按右鍵 顯示位置裡面的什麼 內容 ok 好更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個程式設計的部分 你再 говоря 我們請你再給你的 有 我們 有 很